出櫃 有點難啦 因為 龜 給給給 給給給 翹 辮子 烏龜 龜 翹 辮子 辮子 翹 仙人 跳 仙人通常是用飄的吧 所以他竟然在跳 他 不是他 色狼 狼 他們的習性 看到 什麼 都要上 他是怎麼樣上 呃 啊 我知道 就從後面 要示範 三個馬瓜 大家好 我們是三個馬瓜 我是小兵 麥 今天我們又要來進行 無意義字大解密 那為什麼又要做這次的呢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生活當中又發現了 許多無意義的字 究竟他們由來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立刻開始囉 哈囉 第一題呢 是 肉馬腳 肉馬腳 對 它的意思就是說 事蹟敗漏 我知道 好 來 有一個人想要按下另一個人 他就躲在一個窗簾的後面 七張馬在裡面等 馬修外面的人就 吼 露出馬腳了 要知道嗎 那個馬不是真的馬 蛤 下棋嗎 車 馬上的馬 一個人的姓啊 對 朱元璋的妻子叫做馬秀英 我知道 因為父母從小就沒有讓他裹小腳 那沒有裹小腳在古代是十分不熟理的事情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是坐著這個轎子 突然一陣風刮起來 轎蓮就直接被掀起來了 哇 他沒有裹小腳耶 露馬腳了 露馬腳了 所以呢 露馬腳現在就被演設為就是露出破綻 然後揭露事情的真相 他做人家的妻子他可以裹裹小腳 腳會畸形 對啊 我父母算是蠻平常的 因為話也知道是露習啊 好 那第二題是 撒狗血 撒狗血的意思是 會說這個八點檔是撒狗血 沒有解釋 就很誇張 很誇張 古代會有娛樂就是演戲嘛 對不對 然後演戲他們可能是要吐血還是要幹嘛 演那一幕的時候他要死掉 他就開始撒狗血 這樣子 答對了 蛤 Kiss 差不多耶 謝謝大家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這樣做 另外一個說法是說呢 古早的時候人家鬧鬼請道士來桌藥的時候 如果妖狐的法力高強 雙方鬥法到最後 道士或法師就會拿出絕招就是撒狗血 就可以收藥的意思 也是代表說導演跟編劇就面臨劇情 就是已經我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就撒狗血吧 反正都跟戲曲界有關係 所以其實像我們講撒狗血的時候 也是在講戲曲方面的事情 謝謝 有可能以前就是負著上 我應該是很好的 好換我囉 來囉 為什麼要叫 放閃 就是給人家羨慕 現代人帶著那種亮晶晶的那種 飾品 很閃亮 是不是帶著就讓人家羨慕 對啦 是這樣子耶 你有偷殺啊 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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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偷殺 然後你在有光照射的時候 他反射 你照你耶 你可以閃你 灰界 什麼的 夫妻一起放閃 然後他們就是帶著珠寶一起這樣 所以早期那個炫耀的這個詞 他們會講 閃光 網友們就可能都會打那個市場遊戲 他們就會講的閃光 閃光 閃光 閃光蛋 就是變成網路上就覺得你放圖片在炫耀 他們就會說是放閃光蛋 然後後來就延伸成就是放閃 下一個 美國時間 我哪有這個美國時間啊 我哪有這個美國時間啊 這好像是很all school的東西 我朋友好像不會知道 美國時間意思就是我哪有那個 閃時間 對啊 我哪有那麼淺啊 是不是因為美國時差比我們慢啊 有關係嗎 對 可是他們覺得美國人特別懶散 特別lazy 朝這個方向去對 喔 懶散 也不是懶散 因為美國人比較free free又代表著有空 又代表著自由 我們哪好像美國人一樣那麼free啊 其他國家也是蠻free的啊 為什麼一定是美國 為什麼不是法國 我知道啊 哪有女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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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美國人跟台灣人相較之下 比較白 比較高 東方人比較勤勞一點 西方人比較重視休閒 每週都會出去玩 台灣人呢就是很愛工作 看到美國人這樣子就會想說 他們都 難道他們都不用賺錢嗎 他們怎麼會有這種美國時間都可以一直出去玩 那為什麼是美國呢 台灣最早接觸的就是西方國家是美國 也最頻繁深入他們的文化 好 下一題 仙人跳 其實我一直不太懂仙人跳的意思 我也不懂 仙人跳不是就是 怎樣 你說 他 故意約你出來 可能是要約你做那件事嘛 正公再出來 開門破門的路 你們在幹嘛 然後那個被仙人跳的人就要賠錢喔 對 仙人跳不是西方人 仙人應該是 他們要清心管 仙人他跳下凡人的 他 他去做那件事 對 不是 他仙是不是就是那個 是仙人的仙人 仙人的仙人 我知道了 因為仙人通常是用飄的吧 所以他竟然在跳 他不是他 他騙了世人 喔 對 他欺騙了那些 族人 仙人跳就變成就是被騙了 他其實從清朝就有這個字 一般來說 確實像你們講的 就是男女會協謀 假裝是夫婦 或他們真的是夫婦 然後女生可能就 色誘男生入世之後 正公就會跳出來說 你幹嘛 你幹嘛 被那個社局人就很緊張嘛 他就會說 喔 不然我賠你錢 什麼不要告我 拜託拜託拜託 他們其實只是比喻說 這個情況 我是仙人的話 我也跳不出去這個局 喔 槍人也沒辦法解 對 仙人我也沒辦法解這個尾了 我以前一直想說 到底跟仙人找到什麼關鍵 四郎都是用跳的啊 仙人跳 欸 最近仙人的哈特利要唱歌 喔 真的喔 新仙人的哈特利 好 下一題我跟你講 這題很厲害 來 為什麼要叫 翹辮子 欸 欸 這位是 那已經是清朝來的是不是 他們以前死掉的人 入土門的時候 那個辮子要怎麼 這不是你沒有講到關鍵 因為死掉的話 頭髮就沒活力了 不歸歸俏 辮子辮子 翹 I want to you 那你幹嘛要講 辮子辮子 翹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 以前綁辮子是一個狠 以前的人都要綁辮子 靠辮子是一種死型的方式嗎 跟死型有關 來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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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他們用自己的辮子 阿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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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然後很像辮子 然後很像辮子的樣子 你們剛剛唱一點點就講對了 是因為他要砍頭 但是因為 他要砍頭的時候 一砍 然後他的辮子 就一起被 被掉了 然後 新潮不是大家都要綁辮子嗎 對 處型的時候啊 為了求方便 就會把犯人的辮子 把它弄成一束在上面啊 這樣比較好砍頭啊 不然不太好砍啊 那個刀也是有點 然後砍完頭後 又會把辮子這樣子掉在城門外 這整個過程中 辮子都是翹起來的 他們掛在城門就 震誕節剛好變裝飾 下一個 簡單 我之前有想過耶 就馬子是在講女朋友嗎 就是跟性行為的知識 可能有點關係吧 騎馬 所以我的馬子就是被我騎的人 所以馬子有時候會講女朋友 就是這樣嗎 不是喔 不是喔 跟我自己的那邊沒關係 我覺得馬子應該是馬 不是啦 蛤 又是下棋啊 他又是有人姓馬 是個東西 飛機杯 可以 充氣娃娃 充氣娃娃 不是情緒又品啊 充氣娃娃 充氣娃娃 馬還有什麼詞喔 馬上 馬樹 馬頭 好 那為什麼要往飛機跟那邊走 對啊 完全不一樣 唐操的時期 馬子是馬桶 民間有說老婆的馬子的說法 充分反映封建思想對女人的侮辱跟藐視 因為這意味著女生和馬桶一樣 同樣是承載著男人陽具的排出舞的武功具 那就是也是跟性有關的啊 嗯 提醒你 廣大的我男性的moment 不要講馬子 千萬不要再對外人稱呼你的女朋友為馬子 下一題是 吃螺絲 對為什麼要這樣吃螺絲啊 吃螺絲就是你講話是打擊啊 講不好 因為螺絲可以把東西卡住 我說我吃螺絲 喔 繼續繼續 你打了他啊 欸 他要講什麼 吃螺絲就會 吃螺絲就會 因為就會定在牆上啊 因為他定在牆上代表牆壁把螺絲吃進去 因為他定在牆上代表牆壁把螺絲吃進去 因為他定在牆壁把螺絲吃進去 你現在就牆壁不用回事 你們知道螺絲的功用是什麼嗎 把東西轉緊啊 把他固定 把他固定 所以你吃螺絲 你就沒有螺絲了 對 所以你吃螺絲 到相反了 吃了一個你就被固定了 再後我們是 三個嘛 唉唷差不多啦 因為螺絲帽跟螺絲之間要鎖上 就分不開了 所以吃螺絲就代表是說 你的嘴巴也被縮死了 來喔 來喔 為什麼要叫 洛湯雞 跟食物有關係嗎 跟食物沒關係 跟雞有關係 有啊 就叫洛湯雞了咩 我知道 你知道 因為雞的魚毛很蓬鬆 雞如果淋到魚的話 你整個人都會這樣 都貼起來很狼狽的樣子 所以你說淋得跟洛湯雞一樣 就代表你淋得很狼狽 那為什麼是雞 不是鴨或是鴨 欸 雞的魚毛特蓬鬆啊 他在淋的時候長得更醜 哈哈哈 鴨的鵝不拔就水裡貓 欸他講對啦 鴨的鵝不拔就水裡貓 鴨的鵝它們魚毛有防水的東西 對啦 鴨它們就抖一抖 不就這樣 讚 整體結束 好不好 好不好 下一題 跳槽 跳槽是指工作跳槽對不對 那個槽 跟電腦的D槽C槽有關係嗎 槽是木部的槽喔 我D槽太滿了 我想要Dial C槽 我一想到那個槽 我想要說馬槽 馬槽 這邊的馬槽有比較好的 吃的那個槽 對 他要過去那邊吃就這樣 對啦 是這樣子沒錯 這個意義對 但是呢 它前面還有一個故事 又是一個姓名 又是馬欸 明朝的那種 輕柔女子 那就是輕柔女子 另外一邊待遇比較好囉 輕柔女子和一個客人 很好了之後 然後又發現更有錢的金主 丟棄這個 舊艾麗姐的新款 是客人 如同馬從一個槽 跳到另外一個槽 吃槽 因為那邊的槽比較多嘛 現在的跳槽 就變成變換工作的待遇 對 然後也是為了錢 其實他們也是工作啦 下一題是 戴綠夢 欸 為什麼不是戴綠夢 這是一個很久以前 就留下來的詞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直線跟故事 都可以考究 有一個夫妻 然後那個女生 出軌了 他死都不承認 他老公就想說 好 那我要去調查一下 戴了一個帽子 是綠色的帽子 不能喔 女方跟男方 他們在一起 然後女方今天 她要去跟她的小王約會 她的男朋友就說 欸你幫我選擇 我今天要戴什麼帽子好不好 然後那個女生就 幫她戴了一個綠帽 她就說 蛤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有一對夫妻嘛 結婚了之後 老公常常出差 一出差就出差 三個月五個月 所以她自己在家裡 難免寂寞難耐 然後她就跟一個人好上了 然後老公有一次出去 那小王又很開心又跑過來 老公突然回來了 嚇死了 你還一直去打獵啊 不是去出差啊 然後呢老婆我想說 好 那這樣我就給你一個signal 以後老公就要出門的時候 欸老公你戴這個帽子 挺好看的綠色 把你的臉變得更俊俏的感覺 老公嗯好帥好帥 就戴著綠帽開心的出去 殊不知這是一個signal 當戴綠帽就代表老公出院了 然後小王就可以來了 可能會說 那為什麼是綠色 其實綠色在古代是一個很低賤的顏色 有人說是因為烏龜 龜殼很多是綠色對不對 古時候人就比較 還沒有什麼科學的那種 比如說烏龜它必須要跟蛇 才能繁衍下一代 雄性的烏龜 你就只能在旁邊看你老婆跟蛇 所以綠色也有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下一題 方方魚常常做的事情 Q Q 三個字 老幽條 這三個字他很愛做的事情 馬後炮 那為什麼要叫馬後炮 方方魚 那我就對阿 駕駕駛 駕駛 他會下旗 你講 我想 馬的後面如果有炮的話 那個將軍就會死了 對阿 你這邊是帥 你這邊馬這邊炮 就將軍了 這個帥不管怎麼動 他都死 然後他會一直代表 事情已經成定局了 你才在那邊提意見 來最後一題 色狼 這不是色狗 我本來有小色狗 沒有 你講什麼狗喔 一位 發情的時候 對阿 不是 跟小紅帽的故事有關係嗎 你可以講講看 我不要 狼 牠們的習性 看到 什麼 都要上 牠是怎麼樣上 啊 我知道 就從後面 要釋放 差不多了啦 狼的生性講 滑蟬爆 總是從後面 偷偷的攻擊獵物 然後有人就將這種 狡詐 善於偷襲的特性 拿來形容很色的人 怎麼不太一樣 對啊 5分鐘後 喔 因為色狼就是會突然要抓一下 對啊 對啊 我說的那個是交配新聞 對 看到什麼例子都想上啊 妳都上他喔 對啦 玉璃子都上不去啦 所以 所以我們三個可能的平均還會這樣 對啊 我的最後一個是 雷 雷 就是會一直出包 出包啊 你們說的是雷隊友 雷 打雷啊 你會先看到閃電後 你隔了很多秒後 你才會聽到那個聲音 就代表這個人很雷 就是 我們都已經講幾次了 你怎麼過了5分鐘 你才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 一次 可是他講的蠻好 沒有道理的喔 對 跟這個人同隊就好像 好像有一個 什麼雷 被爆蛋 爆雷 爆雷 什麼雷 爹 又有一個爹啊 棒棒棒 那我們說 欸這部片好雷 又是不一樣的意思啊 我看了星星很差 就像下雨天閃電打雷一樣 不是還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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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也是一個成語 如果這個人做盡了壞事 他就會被 拼了 拼了 就衍生出呢 彷彿感受到被雷 劈到一樣的衝擊力 那還有一個 爆雷 就是Jinky最愛 他現在還比自己 他超愛爆雷 這個才是音異 雷爆雷我啦 日文的劇透叫 其實在PTT上面比較常講 有捏 就是有雷的意思 後來才變成雷比較盛行 那其實都是因為這個字 那其實都是因為這個字 捏他 捏他 他爆雷 捏他高雷 最後一題喔 出櫃 出櫃就是指說 同性戀 招告天下了 對 是不是因為電影 因為段貝山裡面有一幕 很精彩的一幕 就是在指那個衣� 比他早 段貝山是因為這個才 才會讓他暗喻 有點難啦 因為 給 你知道出櫃英文嗎? 應該就是什麼 出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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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譯 現在你們要猜這個 英文的禮語 我現在要以完全新的面貌 從這邊出來 我出櫃啦 像是穿女性衣服一樣嗎? 對啊 好 接題說 Gay以前都喜歡脫穿媽媽的衣服 就從媽媽衣櫃裡面說出來 I'm gay Gay I'm gay Gay 我再給你們下一層 它這個很多層 這個典故又來自於 英文的禮語 Skeletal in the closet 意思是假寵 如果說 我這輩子 我都不出櫃的話 我就像 櫥櫃裡的窟窿一樣 就這樣把我的秘密 死在裡面 可是我現在決定 不長了 我要從這邊出來 我不要被骨頭 出櫃啦 1832年以前的英國法律 是禁止醫生解剖屍體 作為科學研究的 剖屍合法化以後 許多醫生會開始購買死屍 用於研究 然後由於放在房間內有愛觀張嘛 只好放在衣櫃的隱蔽處 那時間一長 人們便疑心 醫生的衣櫃裡有窟窿 轉移為不可告爾的事情 啊 不怪就是我 不要再守著這個秘密 對對對 你覺得我已經感受在冰箱的感覺 哈哈 那以上就是我們全部的評論 耶 那大家還有在生活中 有發現哪些無意識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朋友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其他分享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Bye 妳太包咧 妳太包咧 妳包咧 妳太包咧 我的小鬼來了沒 SOP 妳很痛快 我們最近都有一次OK 來 大家豪虎一下 HOW HOW G SERE 哦原來如此 到底妳的頻率在哪裡 挑一下喔 之前挑到 這是從中 shar 我剛剛要射你 要射到我 哈哈哈哈 然後它是英文come out of the college clock 可以看 但我冬天呢 我帶比較清晰 生活上哪些有序的V字 欸這話你講好了